好,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嵌入式软件里面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文件系统 嵌入式系统里面它的文件系统和我们通常的桌面计算机的文件系统的差异性还是非常之大 它的差异性之大首先体现在它的设备上面 嵌入式系统的设备的存储方式它的很多样化 一方面它不是以硬盘为唯一的载体 而更多的是会有各种用途的这种存储器 其中比如说嵌入式的手持设备 它会向着一些移用的多媒体的中端发展 所以我们手持设备上面就逐渐逐渐的开始有一些大容量的一些存储的设备出现 同时要求待机时间要长 针对不同的一个电池容量呢 要求它的这个时间长容量大 那么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个寿命的问题 这个是目前来说 在嵌入式系统上面它的考虑内容是比较多的 另外呢还要考虑在不同的机器上面 它的有些互相的兼容性 常见的线路式存储器呢 有room room eroom eproom和e方proom 这种是常见的几个存储器 同时还有一些 前面那个呢 是一些 从此呢 它还有一些可移动的一些存储介质 呃 第一个呢 称为晶体管快散 Flash 就是Flash 快散存储器 就是Flash 第二个呢 是旋转的一些磁性微体 那么目前来说 较多的是使用Flash 作为 呃 作为这个存储器 那么将来的话 会不会在后面的这种 比如说 我们看到像一些微硬盘 会不会 进一步的去推广 我们看也很难说 现在有一些的微硬盘 我们知道 iPod iPod上面呢 就用了一些微硬盘 它硬盘呢 一般来说是0.8英寸 那就是比一个硬币要大一些 这么大小的一个微硬盘 加上分装 大概就是 呃 两厘米乘三厘米左右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微硬盘 就比现在的SD卡 稍微大一些 那么当然 当然微硬盘下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种旋转的磁性媒体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 它要驱动它 电流呢 要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电力需求比较大 因为有什么 有旋转的这个物体 当然我们现在的 说硬盘的角度上看 我们并在器用系统上面呢 和桌面计算机 差异性不是很大 所以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作为Flash 这种快闪 呃 就是闪存 快闪存 它的这个 一些特点 Flash 有时候又称之为闪存 它的一些特点呢 首先是非意识的 我们一听过过 一个U盘拔下来 U盘里的东西就没了 而且呢 它的存储密度也好 体积小 容量也大 现在我们看到 它的成本也低 大概这个 都是几个G的Flash呢 也没多少钱 通常来说 从器件上分 可以分为Nord的Flash 和Nand的Flash Nord的Flash呢 它是线性的 随机访问 支持XIP 就是本地执行 直接在Flash上执行 存储密度相对来说 比较低 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 容量就比较小 呃 比较常见的 都是64兆以下的 插写的尺寸呢 每一次插写是8K 呃 8字节到12K字节 是逐字节进行编成的 插写速度是每块 插写呢 是一秒钟 总的插写速度是10到100万次 超过了 就化了 一般来说 它因为容量较小 所以呢 可以作为LOOM的替代产品 而且这种呢 它写的又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看现在的一些主板上面 都会把Flash作为什么 记录我们主板上的这个密码啊 这种 你总不可能说 你买台计划机 改写100次 100万次开机密码 这个不太可能性 Mango Flash便宜 它呢 是夜市插写 每页呢 有12个额外的数据 不能支持SIP 不能直接在上面执行 当内存使用 不能当内存使用 纯粹密度比较高 所以呢 它容量大 插写尺寸是每页512之间 所以呢 插写速度 比较快 前面我们回忆一下 前面的一页呢 它是 每块是一秒 现在呢 是每块是两毫秒 插写模式是整页整页插写的 或者呢 是可以对部分插写 一般来说 我们的U盘 都是LAND的Flash 还有呢 一些其他的这种 大容量的一些Flash 基本上都是LAND的 那么对比一下 LAND的和Nord的Flash 他们的差异性能 首先性能上看 LAND的读的速度慢 写的速度快 LAND呢 它的读的速度 跟内存差不多 写呢 相对慢一些 插除的话 LAND要快很多 在LAND和Nord在接口上面 我们看 差异性不大 但是LAND的容量比较大 所以容力 作为替代硬盘的 其他快设备 比如说大家看到去年 年底出来的 索尼的一个 4.5寸的笔记本电脑 叫UMPC 叫UX18 它使用的就是 LAND的Flash 作为它的硬盘 所以那机器里面 是没有硬盘 那UX17是带硬盘的 另外呢 LAND的Flash 它的单元成本 很便宜 价格更低 Nord呢 要贵一些 Nord的差异次数少 一般来说 只有数十万次 LAND呢 可以到一百万次 但是呢 它容易出现数据出错 所以呢 需要用ECC的算法 去给它纠错 医用性 差不多 然后呢 软件支持也差不多 那么按照标准的 一般的容量呢 Nord的Flash 是一到十六兆 Nand呢 可以八到五百 一十二兆 当然现在 我们说 根本容量呢 根本容量是多片的 不是一片的 插出快的大小 Nord的快呢 要大一些 Nand要小一些 写入呢 Nord是一字节字节写的 那个呢 Nand的大容量这个呢 是一块一块写 一页一页写的 那么读写速度有差异 插出时间有差异 Nord的速度要快 那坏快的比例呢 Nord不容易坏 Nand容易坏 所以我们的U盘 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坏的 一个设备 所以U盘坏 不奇怪 那么用这种设备 它能够做出什么东西呢 我们常用的一些解决方案 主要有CF卡 CF卡呢 它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相机啊 里面都会用这种形式 主要用数码相机和手持设备 还有呢 MMC卡 多媒体卡 尺寸要小一些 主要用于一些MP3字 体积更小的设备 还有呢 Smart Media 数码相机里面用的比较多 Memory Stick 索尼专用的 那个Memory Stick 这个玩意儿 只有在索尼的笔记本上面 有专门的插口 其他的呢 都要 都要有个转接口 那前面曾经提到过一个转动的 转转的磁性媒体 那么转动的磁性媒体 其实国内也有生产 日日也有生产 富士也有生产 IBM也有生产 那么以IBM为例子 它称为微硬盘 MicroDrive 它实际上是一个硬盘 转的比较快 转的 就是体积很小 但是呢 它有个问题 就是耗电和发热 这块呢 还是有问题 一般来说 它的容量 大概是10个G左右 最大的现在 大概有60个G 但是呢 有些呢 就比较大了 就1.8英寸的 就用于笔记本了 小一点的呢 就用于什么 iPod啊 MP3MP4种地方 好 前面是简单的 介绍一下 这个存储设备 那么很显然 我们讲存储设备的 目的是 为了讲这个 嵌入式的一个 系统里的文件系统 很显然 要把文件系统呢 它是要架在 这些设备的 驱动程序上面 把设备驱动程序呢 在上面呢 有一个逻辑的 设备管理 然后呢 形成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文件系统的 目的是让 高级的程序员 他能够比较快的 比较方便的 对他呢 进行什么 进行管理 而目前呢 说 嵌入式文件系统的 种类很多 所以呢 我们会简单的 把它做一些介绍 但是从 文件系统的架构上 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文件系统 一部分呢 是设备 驱动 好 我们看到这张图 图的上半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 文件系统 就这一块 都是文件系统 下面呢 都是针对设备的 尤其是 嵌入系统里面 才有可能会出现 多个设备 不是一个设备 在嵌入系统里面 由于 我们前面可能 Flash本身会 很容易出现 出现坏块 而且呢 NodeFlash呢 还更容易出现 同时 轻入系统 还经常会遇现 突然掉点 它的供电 是不稳定的 手机 我们说 没见过一个手机 说它不能断电的 手机电池没了 那怎么办 是正常的 所以 突然掉电 突然重启 都会引起一些异常 所以 要有些可靠性的设计 一般来说 都是从坏块管理 以及 怎么管理 就坏了快 坏了快 标记为 坏块 不用了 还有呢 双份存储 这个数据 存两个地方 那么在 切入系统里面 基本上会使用 日制结构的文件系统 不会使用 集中索引的文件系统 那么集中索引的文件系统 就是我们目前来说 比较常见的 什么NTFS啊 FAT3N2啊 这些文件系统 那么这些文件系统 我们看到 它为什么 不会去用集中 索引式文件系统呢 它因为有以下的一些缺点 第一个呢 它使用复写的方式 进行数据更新的 复写的方式进行数据更新 意味着先要把那地方擦掉 再写进去 那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非常危险 当我擦掉 数据还没写进去 掉电怎么办 所以最好呢 是先写在另外一个地方 再把这边擦掉 第二个呢 呃 索引区如果集中存放 啊 我们知道我们那种 集中索引 索引区在哪里啊 索引区一般的 是为FAT表 或者呢 文件分配表 一旦文件分配表 结构就出错了 好了 你整个系统就没信了 你整个Flash就不认识 第三个呢 就是存储区的擦除的速度呢 相对比较慢 所以呢 用复写的方法呢 这个速度相对慢 因此 在嵌用系统里面 基本上都采用日制结构的文件系统 日制结构的文件 我们就像 以前说的 就像记日记一样 如果数据有更新 先找空的地方写上去 写完之后呢 把以前的数据呢 给擦掉 这样的话 即使有意外 啊 这个最多写 多写了一份数据 不会说数据丢了 而且还有个好处呢 存储区的负载呢 得到均衡 不会说老是在写同一个数据 一个位置 一个数据块 写的时间长了 那数据块就坏掉了 那么 这样的情况呢 它的比较好的地方呢 还有个呢 就是擦除的操作 做的比较少 擦除的操作 做的比较少呢 数据的完整性 关联性 这个 而且呢 这个Flash的用时间呢 就会比较长 所以 日制结构 比较适合在散存里面做 用Flash里面用 当然还有 还需要做一种 特殊的东西 就是垃圾回收 我前面呢 我要擦掉的东西 我现在可能没擦掉 等以后呢 我收集垃圾的时候 标记一下 这是垃圾 我要把它收集掉 到时候一起去擦 那么垃圾回收的话呢 可以 可以呢 可以创造出一些 比较大块的数据块 叫空白的存储区 目前来说 常见的嵌入式文件系统呢 有一个 一个个来介绍 第一个呢 是EST2 EST2实际上是 嵌入式Linux里面 主要的文件系统 文件的最大的是两个G 最大文件名称是255个字符 所以有时候 在做嵌入系统里面的时候 千万不要起过长的名字 另外呢 不支持索引节点 包括不支持一些 数据修改标记啊等等 那么EST2 FS呢 它支持最大是四个TB的内存 我看这样在嵌入系统里面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那么文件名就变长了 就因为是EST2 是第二版的 那个呢 ESTFS呢 是第一版 而且一开始呢 可以创建的时候呢 选择逻辑块的大小 而且呢 速度呢 比那个ESTFS呢 要大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系统在嵌入系统上 是不是特别适合 Flash这样的存储器的 如果是硬盘没问题 其原因因为它是一个像IDE这样的 一块设备去设计的 它还是属于集中式的 这种集中索引式的 一旦出现电源故障 这个整个文件系统就可能崩溃 比如说我正在做 做那个分配表 做索引表的这个操作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这种问题 而且还不支持损耗均衡 就是有部分的块经常会访问 有部分的块可能很久访问不到 这样的话呢 如果在Flash作为器件的话 很容易那个Flash 就那块Flash就坏掉了 好 下面介绍一个最有名的 一个称为日制散存文件系统 称为JFS 它是瑞典开发的 在Red Hat呢 做了进一步的改进 应该是说 目前在散存芯片上 大量的是使用 早期叫JFS 后来呢 出了个第二版本 叫JFS2 它是日式结构化的 是设计了一个长系列的节点 每个节点包含部分信息 可能是文件名称 也可能是一部分数据 然后呢 往上添加的时候呢 是往后做添加 它的建立的一个基础呢 是叫称为MTD 叫Minary Technology Device 那么它是在Flash的文件系统上面 把它做了一个MTD的原始设备 然后再往上面 把它加分为快设备和制服设备 那么快设备和制服设备 很显然 制服设备对应的NordFlash 快设备对应的NordFlash 然后呢 快设备上面分别建它的根文件系统 和文件系统 它也可以把这种 也可以在这种 NordFlash上面把它架设为快设备 通过两个设备接口呢 像读文件一样 读写这个Flash 所以呢 它既支持Nord 又支持Nand 而且JFS呢 它在写入 这个Flash之前 会自动的对数据进行压缩 用Zlib这种算法来进行压缩 所以呢 而且这个负载就比较均衡 那么总体来说 它的优点是在 上区级别或在快级别 能进行散存的插写 读写 插除的操作 而且呢 它比ST2 FS之中呢 有更好的防止崩溃 防止掉电 因为 如果更改少量数据的时候 ST2呢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对整个散去进行 考虑内存 然后进行插写 那显然JFS呢 它只是新往一个新的地方写上去 原来那地方呢 还保留了 最多给它写的 写成一个什么 说是垃圾 张数据 以后要回收的 所以这种设计是专门为了散存来设计的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 它缺点 第一个呢 文件系统已满的时候 JFS呢 速度很慢 第二个呢 你前面东西是不差 在后面呢 你要收集垃圾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呢 你要收集垃圾的时候 正好有个任务要来 签入系统呢 要处理别的事情 你这边垃圾还要收集 这个就会撞在一起 符合GPL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 嵌入式的文件系统呢 分为YAFS 现在呢是属于YAFS2 这个只针对NAND的Flash Nord不支持 它自己带了NAND的设备驱动 以及文件的API 前面曾经提到过 NAND它是按页的 所以呢 JFS呢 JFS呢 它也是按块进行存储的 一块 512字节 就是一个块 1020字节 其实就是Flash的两个块 或者40204 48就是四个块 四个页 以页来进行了 那个它的特点呢 是有锻炼保护功能 而且对Flash区间 能够进行插写均衡 支持错误纠正 还有确认技术 文件系统最大可到一个G 相对来说 优点是比JFS呢 要速度快一些 对内存占用要小 JFS2呢 它是前一个版本的改进 在速度内存方面都有改进 而且呢 支持更大容量的NAND 文件系统最大可到 当然在签计系统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设备 使用了硬盘 凡是设备使用了硬盘 就有可能在设备上里面 使用的 使用FAT这种文件系统 除了使用硬盘以外 还有哪些系统会使用 FAT16和FAT32呢 那就是U盘这种 也会使用FAT16和FAT32这种系统 它专门针对 但是呢 需要对Flash呢 要做改进 否则老是读来读去 写来写去 都是U盘的最前面几个散区 这样的话 这个系统 这个U盘很快就会化 当然U盘你要写100万次 还是 很快还是会比较长时间 但至少你后面那些 容量就没有钱 除了这个之外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WinCE 和介绍Linux里面介绍的一样 文件系统经常还会使用 内存文件系统 用内存的 把内存一部分留下 留出来 当做一个文件系统 这样的话呢 速度又快 外存储器呢 又不会损耗 减少了这种磁盘 或者Flash的操作 保护的磁盘 像VSworks的RamDisk 还有呢 还有这种TMPFS 临时的文件系统等等 都是属于内存文件系统 当然我前面也提到过 WinCE里面也有 Linux里面也有 另外还有一个 Compressed的压缩的 RamFS内存文件系统 那它在写进去的时候呢 它还能够进行压缩 它基本上介于 RamDisk 内存文件系统 和JFS 之间的一种文件系统 好 这样的话呢 就简单的去把文件系统呢 做了一点介绍 那么大家如果对它 对文件系统 还有其他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 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容呢 是要介绍一下 这个 Chance的GUI GUI 那什么是GUI GUI Graphics User Interface 图形 用户 交互 接口 它主要就是说 让用户能够写一些图形的软件 那么当然它 很显然它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 硬件 它能把这个显示屏 显示卡 能够驱动起来 那通常来说 LCD控制器 和LCD是 Chance System里面 常用的两个设备 LCD 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 这种显示屏 LCD控制器 其实就对应了 我们现在 在计算机上的显示卡 但是呢 这个LCD控制器 通常来说 会把它集成在处理器里面去 至少我们看到 我要在屏幕上显示图形 这两个硬件 要把它能用起来 所以呢 要有硬件设计 然后呢 要有驱动程序 软件要能去使用这两个设备 然后在驱动程序呢 要建这种故意 建立这种函数库 提供这种图形化的程序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Win32的故意 Windows32的 GDK 这个MFC 它提供的这些什么窗口消息 对象 事件等等 目前在嵌入系统里面 用的比较流行的故意 主要有Qtopia Qt 简称Qt Qtopia的Invalidum 或Qtuality的Mobile 它是不同的一些版本 它是一个C++函数库 真正实现的组件编程 所以Windows里面有的这种什么 对话框 Checkbox Reducebox Cumberbox Dialog 这种东西 Menu 这些事件 Event 在Qtopia里面 都是全的 或者在Qt里面都是全的 第二个呢 是Macro Windows 它开放圆满 客户端服务器结构 有部分的软件可以运行在服务端上面 是一个三层架构的 下面是底层硬件驱动 中间层是事件 上面的是一些空间 还有呢 OpenGUI 主要适合于一些X86系统 Mini GUI 是中国飞慢出的 也是一个开源的系统 当然还有个叫称为PiniX 是标准Xwindow的简化版本 当然每个GUI 它们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和特色 在大家将来去使用迁入系统 或做开发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GUI 所以呢 迁入系统的GUI 你还必须的跟你去学它 那下面我们其实简单的 介绍一下Xwindow和TinyX Xwindow是基本上属于 Lin上面比较标准的图形用户接口 由于UNIX系统里面 基本上都采用Xwindow 所以Linux上面也有很多人 是用Xwindow来进行编程的 当然Linux上面也有其他的故意 Xwindow它是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的 有一个Xsever 有一个客户端 还有呢 是X协议 像X11 就是第11版Xwindow的协议 它是事件驱动的 它的窗口机制 包括了 可以由服务器来提供 也可以本地来完成 其中有一个Xlib X的Xwindow的酷的原语 Xwindow的工具包 Cina的窗口部件 Motiv的窗口部件 还有呢 GTK或QT的酷 那上面呢 是X的应用 它可以远端 把Xwindow呢 架在服务端上 本地只运行客户端 所以呢 它是个CS结构的 原来这种CS结构 我们看到在window 在嵌入系统上面 是比较困难 所以呢 它对嵌入系统 做一个比较好的裁减 因为Xwindow它本身太大 那么TinyX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Xwindow裁减下来的 在小内存上跑的 一个系统 也是一个标准的CS架构 可以在上面写这个 上层应用 它提供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最下面是Linux的Frame Buffer Linux的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是什么呢 Frame Buffer 用我们现在的 危机上的语言说 叫做显存 所以就是 最底层就是显存 你往Frame Buffer里面 写一片红色的 显示出来就是红色的 在Frame Buffer上面 架了各种的类裤 有Glib和XFBDV 称为Xlib 再在X的基础上 再加GTK GTK和QDWM这种窗口 在上面 在上面是应用软件 所以Frame Buffer 称为增缓冲器 其实就是显存 那么TinyX 称为XFBDV 它是一个缩减版本 所以它的Xlib X的类裤是精简过的 Glib是一些经典的 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 GTK就是对上层图形图像 分装的图形库 GTK是更高级的 面向对象的类裤 窗口管理器 是类似Win95分格的 一种窗口管理器 Glide是GTK的 集成开发环境 它的调用关系是 应用程序 可以直接调Glib 也可以通过 也可以去调GDK 也可以去调GTK 越高层调用越简单 越底层的程序越复杂 当然越高层 分装越多 它的程序运行速度 相对会 或者负载会大一些 整个系统资源 占的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主要是看 你写的这程序 对图形的能力要求 到底有多高 最底下是一个X 那么在各种平台上面 去写Tiny X呢 就需要去了解 那个GTK加 GTK Plus GTK它是最高层的 一个X的内裤 对底层 对底层X温度的Xlib呢 去写程序 是比较麻烦的 就像我们要对 什么底层的DC 温度下的那种DC啊 这种去写 很麻烦 但是你在上层 你去做这种画布啊 你做空间啊 就会简单很多 它基本概念和Windows呢 有一定的相似 而事实上 Windows的很多概念 应该说是 是有一定程度上 借鉴了X温度 因为X温度是先出来 后出这个Windows 还有一个先出来的 是Macintosh 苹果的图形用户界面 是更早出来的 所以微软的图形窗口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 是学习别人比较多 其中它的Windows 3.1以前的 有点类似于X温度 Windows95以后的 有点类似于Macintosh 有点类似于苹果的 所以在这几个古译 它们在上层分装 基本上都比较相似 GDK Plus 它的有的有信号 事件对象 有各种的构建 其实在我们文章 其实称为组件 英文里面都是Component 还有容器 以及消息和回调函数 GDK编程 它可以有一些的具体的方式 那么由于我们这门课程 并不是主要介绍 这些某个具体的编程 所以大家简单去 看看 它里面也有四键循环 另外 它还有一个图形界面生生器 Glide 它可以去画 画出这个窗口 去做这个设计 当然有点类似于VC里面的 这种窗口 那个图形用户的 这个接口里面的 这种图形设计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 跟那个 实际上跟我们 这种所有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 都是相通的 Glide呢 能帮开发者 生成这个界面代码 能够去画出来 去设置属性 属标去做就可以了 而且还可以把它 存成XML的格式 还能够去预览 还能去写代码 哪一个按键出发 有什么功能等等 所以呢 这边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去装个Redhead 装个Glide 然后呢 往里面添加一个 去学习它的一个 TinyX 它的这种 这个Windows 这种这种的使用 所以呢 可以自己去设计上面一些 图形的用户的一些接口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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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 这边呢 有几个这种类似的例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看 看我们的一个网站 我们的网站呢 叫做精品课程.raju.edu.cn 叫JPKC 里面呢 有这些程序的原码 其中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呢 是QT 叫Certopia Embedded 它呢 也是一个Linux上面 比较著名 应该说 非常著名的一个 图形用户 接口 那么 也可以有这种实验 去怎么样去配置 安装 移植 以及在上面 怎么去做编程 那么这部分内容 都实际上是 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些 比较补充的内容 但是呢 考虑到 大家在这个课程 嵌入式系统 学习过程中 还是需要尽可能的多的 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 知道现在有哪些的系统 因为嵌入系统 我们就看到 它的开发 它的这个 没有一个 比较确定的模型 像我们前面讲的 文件系统有很多种 操作系统有很多种 故意有很多种 所以呢 大家通过这门课程学习 扩大知识面 然后呢 当一旦你要做 哪一个具体开发的时候 再去学习 那个具体的 这个GUI的一个使用 那么 这个补充内容 简单就到这里 好 今天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